我们的孙女真厉害呀 今天来的人特别多 那个气氛就跟红花瓷的名字一样 热闹闹闹的 有采凡跟进城在 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啊 哪有不顺利的事啊 你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吃一口 很甜的 来来来 好 帅哥 你有没有时间啊 不好意思 我玉米都卖过了 看电影去啊 就是啊 走啊 看电影去吧 谢谢 谢谢 我要收摊了 我还要忙呢 来来去吃饭 就是啊 饭总得吃嘛 吃吧 走了 走吧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去吧 走了 走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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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 你别抓着我嘛 我还要忙呢 别别别 别 走啊 走啊 我真的没时间 真的没时间 别抓着我嘛 你别抓着我嘛 大哥 走啊 大哥 你别客气了 走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女朋友 你有个女朋友啊 有没有搞事啊 真适合杯子 走吧 走 拜拜 下次再来啊 拜拜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女朋友了 还好你回来了 你没看到他们缠着我不放吗 你救了我呀 缠着你不放啊 你行情很好啊 你才知道 我行情本来就很好 对了对了 给你个惊喜 来 你赚了这么多钱啊 我告诉你啊 所有的玉米就剩这两根 一根留给你 一根留给我 我靠着这张脸 就把所有的玉米全卖光了 今天用这些钱 请你妈吃晚饭吧 到底是谁请谁啊 弄清楚 不过我看你还是有孝心的 就照你说的吧 我们今天约我妈 吃一顿像样的晚饭 好了 徒弟 收胆 好 是 师父 收了 前班 来 来 妈 妈 奶奶 您在这儿干什么 你爸吵着要出院嘛 医生刚才检查过 说没什么大问题 让他回家静养 奶奶 可爷爷刚入院 怎么就要出院呢 是啊 可不是嘛 但是他那个驴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非说自己没事 不用老在医院住着 非要回家不可 爸 妈 我们赶紧去看书工吧 好 走 走 来 咱们走吧 妈 你真是 妈 我们上去了 我们走吧 给 今天怎么赚这么多钱啊 可不是 这全都是大个儿的功劳呢 那你不知道 他把我们的玉米 全部都卖光了 是吗 怎么了 要什么东西了 我忘了 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玉米 都带去 那就可以卖得更多了嘛 你这孩子 不要那么不知足好不好 人哪 要学会满足 知道吗 大个儿 今天多亏你了啊 阿姨 你别这么说了 是我运气好 今天人比较多 怎么突然间谦虚起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 凭什么帅气的脸 本来就挺帅气的嘛 对了阿姨 既然生意这么好 我现在去多准备一点 明天要卖的玉米 你们慢慢聊 这大哥真是个好帮手啊 只要是有一天 他想起自己的身世 妈 除了这个玉米钱 还有呢 还有这个 我差点忘了 还有奖金呢 有了这笔钱 我们就可以付房租了 是啊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韩燕啊 是 是哪个厂家 不就取个名字吗 怎么给那么多钱啊 是金玉堂酒庄 金玉堂 嗯 妈 你今天没有看到 哇 那个厂面实在是 人山人海 水泄不通啊 哎 不过 有一件事挺奇怪的 什么事啊 就是那个金玉堂 第三代的老板娘 颁奖给我的时候 突然哭起来了 你是玉萍吧 妈终于找到你了 玉萍 玉萍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妈终于找到你了 就这样 我想她 会不会是精神上 有点问题吧 因为呢 她的女儿明明就 站在她的旁边 说她认错呢 也没有道理 那 后来呢 也没什么 后来那个老板 就把她给拉走了 我就是觉得有点 怪不怪的 不过这也是人家的家事 我也不便多问是吧 阿爷 你以后 不要再去见金玉堂酒庄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妈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只是在想 他们都是些有钱人 我们也过不起那样的生活 不要去羡慕人家 妈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把我说成这样的人了 我为什么要去羡慕人家呢 妈 妈 我有你就够了 只要我们能够像现在这样一起生活 什么日子都是好日子啊 阿爷 你真的 不想做金玉堂的女儿 妈 你为什么老是问这么些傻问题呢 我们这个家有什么不好的 对 我爸是喜欢喝酒 喜欢赌钱 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 他一定会改好的 我们这个家 是世界上最好的家 我也不想当什么有钱人的女儿 来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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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 误会 你给我站住 不是误会 你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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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不是 别打 你 别打 别打 听我解释 你给我站住 别打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吧 外面怎么那么长 别打 看看去 你解释什么 我亲眼看到你跑进我们家地里 我看看你这个贼往哪儿跑 爸 阿姨 阿姨 什么什么 什么 喊得那么亲生 阿姨阿姨 你什么人呢你 我们叫他大哥 大 大哥 前几天我和韩燕 在咱们家林子里 看到他晕倒在那儿了 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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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之前见到的是大哥的钱 哦 丧失记忆 这小子丧失了记忆 怎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身上又没有任何证件 他能去哪儿啊 这不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 也可以帮我们卖点玉米吗 哦 我听明白了啊 你这个大哥子 是让我老婆 跟我家女儿为你忙活半天 是不是啊 啊 又带你上医院 又带你到家里来 啊 合着你欠我们家一大人情啊 啊 爸 是大哥他自己付的医药费 还有 他来到我们这里又掰玉米 又卖玉米的 怎么会欠我们人情呢 是我们欠他 你少插嘴 哎 爸 你想怎么样 哎呀呀呀 我又没对他动手 你 哎哎哎 别别别 别别别别 张叔 你说得对 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 我欠你们一个大人情 大哥 哎 还是你小子实相 啊 有点良心 哪像那个赔钱货 瞎说什么呢你 过来 你过来过来 出来了 来来来来 这小子体格不错嘛 我可以让他替我干些工作 赚钱全贵我 那就先不告诉这小子正面赞子 就这么办 你看啊 你长得倒是挺大个儿的 你胆啊 就这么点小啊 你能喝酒吗 哎呀 你这是干什么的你 啊 哼 他呀 跟着你们去卖玉米那 那是浪费 赶着我去找货吧 你要他跟你去干什么呀 挣钱啊 挣大钱哪 哎 哎 你们能行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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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送货吗 我 我不知道 哦 那怎么用你啊 啊 张叔叔怎么办啊 行行行行 让他当搬运工吧 按按键记手啊 一会儿 一会儿下去干吧 哎 哎 哎 这搬运工才多少钱哪 你好坏 五六百总要给的吧 这你说了算吧 哎 哎 你想不想干啊 哦 干 你叫大哥是吧 是 一会儿就去干活吧 找刘师傅 好不好 哦 好 哎 哎 我就是我就是 就这么定了啊 哎 哎 谢谢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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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开别逞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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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慢点啊 你...你... 兄弟 慢点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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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叔 怎么样啊 比醉酒的感觉还难受啊 老板 这车性能不错 不过走前轮有点声音 传动轴要检查一下 好样的 驾驶技术不错 王老板 怎么样 我给你推荐的大哥不错吧 可以可以 那中午你要请我喝两杯啊 小事儿嘛 江叔 怎么样 你怎么样 行不行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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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王老板满意 就好 好 王老板 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以后他帮你拉货赚的钱 全都交给我 大哥 你往后干活儿勤快点啊 没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太好了 太好了 说好了 大哥 怎么样 那就这么定了啊 团圆饭 居然说这是团圆饭 那我更不去 奶奶 来 叔叔 我先敬您一杯 恭喜您出院 祝您越老越健康 越老越快乐 对对对 你会不会说话 叔叔怎么会老啊 叔叔会越活越年轻 越年轻越快乐 对对对 我说快乐 祝叔叔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健康 越活越快乐 好 来 叔叔 谢谢 谢谢 来 先干为敬 叔公啊 您就像刘家的大树一样 我们这些晚生小辈 还有金玉堂的酒庄 都得在您的辟音下 茁壮成长 所以刘翔在这里 真心地祝福您身体健康 永远做我们的榜样 刘翔先干为敬了 好 好 好 叔叔您随意 少喝点 好 好 好 爸 您刚出院 少喝点酒 多吃点菜吧 咱金玉堂的人敬酒不喝酒 多怪呀 喘出去让人笑话 没关系 我只喝这一小杯 来 来 爸 那这样吧 那个 郭勇 咱们大家一块儿敬吧 好好好 诸如爸爸身体健康 健康 万事如意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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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回要不是你爷爷生病 我才不会让他们进门呢 好了 好了啊 奶奶 你消消气 你想啊 你在这生气 他们在外面大鱼大肉的 你气坏了都划不来呀 再说 你要是生气 我肯定会心疼的 我看到那三个人哪 我气都气饱了 哪还吃得下呀 不去了 你要是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反正我看着他们三个人 我也吃不下 不行 你得去 为什么 我不去 就说明这个家 容不下他们三个人 但是他们在饭桌上 一定会跟你那个糊涂的爷爷 要求很多东西 那可就没人制止了 你去的话 起码可以制约他们一下的 好 去吧 那我去了 干吗 看你口水都快滴下来了 不能忍一会儿吗 大家都忙了一天了 到现在还没吃上饭呢 叔叔说这是团圆饭 这不还缺人呢吗 把肚皮也得忍着 可是我太饿了 肚子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贴到哪儿都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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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回事 那么慢 爸 我过去看看 您稍等 好 爸 怎么只你一个人 奶奶呢 奶奶说她不想吃 我也没办法 进城 你妈呢 奶奶她 奶奶她 她不舒服 她饭头疼 没胃口 她想在房间休息 让咱们先吃 那好吧 吃饭 吃饭吧 太可惜了 就差婶婶一个人 要不然 我们刘家人 就都到齐了 就是啊 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吃饭 少了婶婶一个 就是山珍海味 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啊 你怎么能怨婶婶呢 妈 她不舒服 没有胃口 又不是她自愿的了 只是 她头疼得太不是时候了 我们白天见她的时候 她好好的呀 妈 这沈婆 是不是因为我们 才犯头疼的 你 你瞎说什么呢 你这小子胡说什么 刘翔 你可不能胡说呀 我们刘家好不容易 再一次团聚了 大家伙都希望 一起吃顿团圆饭的 你沈婆怎么会 故意说头疼呢 我说错话了 我说错话了 小侄女啊 你说是吧 对了 听说 今天你们办那个 新酒发布会 活动搞得非常成功 是吧 爷爷 今天活动现场 特别特别热闹 来了很多的媒体 而且啊 还有好多商家 他们是直接下了订单的 所以可以说 这一次我们的红花瓷 是一炮而红啊 我说了 采凡这丫头 鬼主意最多 找他办活动 准没错 叔叔说得极是 这个 新酒的名字啊 那是刘翔提议的 如果没有这个名字呢 也不会这么红火的 是吧 就是啊 有道是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好名字 是成功的一半 不只是一半 至少是三分之二 最少四分之三 我看这样好了 干脆所有的功劳 都是你们的 我办的那些活动 什么用都没有 就算我不办我的活动 也会有很多的媒体来 也会有很多商家下订单 这样可以了吧 满意了 活动还是要继续搞的 红花总得有绿叶来陪衬嘛 是 你不得不承认 这后续的活动 也是因为红花词 这三个字吧 好 既然这个名字是你挑的 那你说说 接下来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这个 这个活动不是都已经办了吗 再这么办下去 不是也挺费闲的吗 爷爷 其实做活动 不一定是要给钱的 就像这一次 我们可以延续 我们现在的气势 创造新的话题 让我们金玉堂的销量 一直红到您底 好了好了 大家都别说什么了 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 大家都有功劳 大家坐在一起 就别再分你我了 是 进程说得对 咱们一家人 应该团结一致才是 叔叔 叔叔 你说吧 叔叔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次我跟国勇回来 不知道在金玉堂 给我们安排什么工作 我们很想做事情的 不是说好了吧 你们要从最基层做起 这样吧 我看明天你们就去仓库 跟工人们一起工作好了 怎么了 你们不愿意吗 爷爷可是说了的 每一个人都要从基层做起的 不会啊 不会啊 我怎么会呢 就是啊 有工作做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就是高兴还来不及呢 能为金玉堂出一份力 干什么活都行 是吧 是啊 没错 叔叔让我们从基层做起 也是为了留家着想啊 对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啊 我们求之不得 好了 我很高兴 你们能有这样的想法 万丈高楼平地起 你们看 进城 惠敏 采凡 都是这样过来的 那你们就先辛苦一阵子啊 等每个流程都了解以后 我会在座工作上的安排的 有叔叔这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叔叔 只是让刘翔也到仓库去干 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了呀 不是我这个当妈的向着他 你看他有这么高的学历 又这么聪明 电脑又这么好 去跟仓库的工人一起干 是不是有些可惜了呀 大才小用 是啊 叔叔 我认为不如让刘翔 去店铺负责销售吧 反正也是从最基层做起啊 拍到哪个部门 不都一样吗 再说了 这 新酒的命名 刘翔帮了大忙啊 那好吧 刘翔明天就去店里帮忙 是 叔叔 爷爷 这 太凡 这事就这么定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日后我会在工作上调整 你人在店里 帮我好好地关心一下 我知道了 爷爷 来 多吃点啊 好的 好的 多吃点啊 谢谢 大哥多吃点啊 放这儿 放这儿 明天啊 要开车 还有搬货 多干点儿 够了 够了 你怎么让大哥干那么多活啊 爸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怎么可以让大哥去干这样的粗活啊 他才刚出院情况还不稳定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 撸错什么啊 拿 拿 拿酒去 拿酒去 爸 你 人家大哥自己都没反对呢 你们操什么心哪 但是你知道吗 他现在失忆了 又找不到亲人 你这样做就是落井下石 你们女人家就管吃饭 男人家的事你们别管 韩爷 没关系的 反正我也没地方去啊 我能够帮家里多赚点钱 这也不错啊 不要再说了 你看 你们听听 大哥他自己说的嘛 我没开口 以后别再说我逼他了啊 大哥 这事你真的不能干 开车拉货很辛苦的 而且你才刚出院 万一出什么事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您别担心 我开车真的没问题 而且有车以后 你要去摆摊 我就可以带你去了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没事 没事 吃饭 阿姨 张叔 吃饭 吃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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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吧 你 阿姨 喝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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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人 都是刚刚来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从头学 你们一定要多多帮他们 不然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对我们金玉堂影响不好 好 经理放心 还有 虽然 他们也算是我们家的亲戚 不过 你们一切事情都要一视同仁 千万不可以放水 知道吗 我做事一项讲原则 请经理放心 嗯 那就好 那这儿就交给你了 多多费心了 好的 经理 嗯 慢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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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算什么呀 真把我们当工人使唤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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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热天哪 我的皮肤都被晒坏了 哎呀 先别抱怨了 这忍忍吧 不过就三两月的时间嘛 咬咬牙就过去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做基层的工作 以后不管我们干什么 他们都没话说了 还说了 光看采凡那个脸色呀 就够人瘦了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好在刘翔不在这儿 不用受这个苦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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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来这儿干活呢 还是聊天呢 如果全场的工人 都像你们这样 那这些活我来干好了 你管着我们啦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啊 我是这儿的工头 在这个地方我最大 明白吗 在这儿干活就得听我的 我管你们是什么人啊 哎呦 哎呦 哎呀 哎呀 你工头是吧 是啊 你的脸啊 你的脸啊 我记住了 等我干上了领导 我立马第一个把你给辞了 记着啊 等你当了我的领导再说吧 现在你在这儿是小工 是小工就要干好小工的活 知道吗 去 干活去 那啊 把这儿穿上 你 干活就得有干活的药 走 把这儿穿上 是 是 不 我屁娘被拳齐 老板 好了 行 谢谢你 大兄弟 还让你动手帮忙 没关系的 就一点货嘛 多个人帮忙 就快点办完嘛 麻烦你签收 好 这货啊 你运得还真快 比平时啊 快了半个钟头 应该的吧 做生意时间宝贵嘛 说得好 你电话一到 我马上就把货运过来了 好小子 有前途 谢谢你 我先走了 等等 等等 小伙子 拿着 拿着 年轻人 老板 那谢谢你啊 我先走了 好 好 谢谢啊 好 慢走 慢走 刘经理 我已经把张寒雁的资料 存在电脑里了 没事我就先走了 好 去吧 嗯 等一下 咖啡呢 怎么没有咖啡 我让人马上送来 快去 张寒雁 二十二岁 跟我一般大方 手机号码 搞定 仔细一点 好的 陆华 经理 刘晓呢 他不说今天要来店里的吗 他一来就说要到办公室看数据 看数据 没有我的允许 你怎么可以让他进我的办公室呢 我刚才说了 可是他不听啊 顾鹤城 他怎么会在我的办公室呢 他说 从今往后 这个办公室就是他的 你先出去吧 干什么呢你 吓我一跳 谁让你进来的 你看你那个样子 翘着二郎腿 喝着咖啡 听着音乐 你以为你是来玩的吗 你以为你是来享受的吗 你是来工作的 我说 刘采凡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又被婶婶骂了 真可怜啊 为金玉堂拼死拼活地做了那么多年 还是得不到婶婶的认可 我要是你呀 早就离家出走了 那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管 还有 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随随便便进我的办公室 更不要随随便便开我的电脑 这台电脑里面 有很多机密的文件资料 不是你可以看的 你最好现在给我关上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不又见外了不是吗 我又不是贼 不就用了一下你的电脑上一下网 至于发那么大火吗 再说了 金玉堂能有今天 也是我爷爷传秘方给你爷爷的 做人啊 得知道知恩图报才是啊 刘翔 我再说一次 不要总是拿着秘方来做文章 金玉堂 是我的爷爷奶奶花了一生的心血 打下来的江山 而不是你那个 已经做了谷的爷爷打下来的 行行行行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 那金玉堂也不是你打下来的江山吧 你凭什么对我大呼小叫的 还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了 我呸 没人要的爷种 我 我 你说谁是爷种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打我 你再说一次 说一次 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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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字一万次 你还是爷种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还真把自己当成了 我才是金玉堂第四代传人 正宗的 你给我住口 刘翔 你一个小混混 什么都不懂 我是你的老板 现在 要么你就出去 好好学习怎么卖酒 要么就给我滚 我才不去呢 我是来做销售的 我面对的是大客户 还有上下游的厂商 凭什么把我派去当店铺的小二 去面对那些散客 不去 好 不去 我回去跟爷爷奶奶说 看看你要怎么解释 说不过我还去搬救兵呢 怕爷爷奶奶呢 行 我等着你 你去叫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 我就是脚底生根走不动了 去吧 等你 你 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 我呸 没人要的野种 我看你能得意多久 行 我等着你 你去叫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 我就是脚底生根走不动了 该死流香 你承睹 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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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字一万次 你还是严重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 啊